小超 老婆有什么事吗 你能不能说一下妈 让她别在家族群里面乱说话 怎么了 你自己听 你看她在家族群里面说的哪样 一天懒得要死的 就像找两个火猪总回来 行了我知道了 等我把工作忙完了 我去说一下妈 那你先吧 妈 别操 你有什么事 妈 我给你听到录音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她一点皮是多的黑 只是还给我做 她一点都不做 我有时候把饭做起 可以喊她吃饭 她不来 还有全家人给求她 妈 为了让我们家庭活血 你以后呢 不要在群里面乱发这些语音 我不是跟你生生们开个玩意小吗 有哪大心小怪的 你非要在群里面去说你儿媳妇的坏话 你以后她名声吗 其实我知道 你就是嫌小男家里面穷 嫌她当时嫁过来的时候 配价少 所以呢 你现在处处刁难她 为难她 好让她自动离开这个家对不对 妈 妈 你就那么希望我跟小男一婚吗 对 我就是不希望她 你现在就赶紧 妈给你从今找个好嘞 妈 找女人呢 不就应该找像小男这样的吗 真心实意的想留下来个日子的 你某种良心想一下 自从小男嫁到我们家过后 她有没有让你洗过一世 有没有让你做过一顿饭 还有 在你生病的时候 是不是小男在忙前忙后的照顾的 伺候的 她是心情假意的 她想骗我们家钱 妈 我们家有多少钱哦 只得小男用清真来还 那我师父不 她问我做这些人是应该的啊 妈 你怎么还有脸 说你是小男的婆婆吗 你想一想 你做了哪一件事情 是婆婆对人儿媳妇做得出来的事情 还有 你做了哪一件事 只得小男叫你这妈来 你这混账东西 你娶了媳妇往哪里 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 对你麻烦你 妈 我这讲你 不是无理 我既是你儿子 也是小男的丈夫 我在这个家呢 比起做了一碗水赚品 既然你现在做了措施 让我比起你儿子的身份 站出来 为小男说一句公道话 也只有这样 等你老了 动不动的时候 如果你儿媳妇不孝顺 我才能以她丈夫的身份 去劝说她 我才有脸 替你说句公道话 messages 美味 肶 不沟 不用再评论